皇上请弟弟吃饭,倒杯毒酒说,祝弟弟活千岁,弟弟一句话保住了命。 本是同根生,相奸和太极,自古无情帝王家,生于皇室,情真义切的兄弟手足之情是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。 悉数历代王朝,多少手足相残的悲剧都源于对权力的争夺角逐,在南唐开国皇帝李生的身上就曾发生过这样的悲剧。 面对兄长李生为自己设下的毒酒圈套,徐迟寻谨一句话轻松化解保住了性命,故事结局发人深信。 大家好,这里是纵观史书,带大家了解不一样的历史。 作为皇室的女儿,她被迫牺牲自己的幸福,为国家的和平贡献一切,而对于出生于皇室的男子来说,他们注定要面对帝王的猜忌,因为在皇室之中,君臣的关系凌驾于父子兄弟之情之上。 历史的长河中充满了无数帝王家族内部的斗争故事,回到远古时代,有一个名叫李世民的皇子,他通过发动玄武门之变,冷酷地杀害了自己的兄长和弟弟,最终成为皇位的继承者。 这场残忍的政变永远烙印在李世民的心灵深处,让他在夜深人静之时陷入无尽的悔恨和孤独。 还有一个传说,讲述着一位帝王与他的弟弟共进晚餐的故事。 在宴席上,帝王对弟弟敬了一杯毒酒,企图将其毒害。 然而,弟弟机智过人,看穿了帝王的阴谋。 他冷笑着说出一句充满警示的话语,成功躲过了一场阴谋的陷阱。 在唐末的动荡时期,江淮之地成为各路英雄豪杰争夺无上权力的战场。 即使身为农民出身的杨行蜜,也怀揣着一颗帝王之心,并在江淮间崭露头角。 当他攻占杭州的时候,他踏入了开元寺,目光不经意间落在一个狼狈不堪的小孩身上。 那就是李鹏奴。 尽管杨行蜜在战场上展现出非凡的威武,但他内心深处充满了温柔与怜悯。 面对眼前这个可怜的孩子,他的心被触动了,决定给予他庇护与守护。 然而,命运总是变幻莫测。 七年后,唐昭宗因为齐王李茂真的围困而陷入危机,迫切需要杨行蜜出兵相救。 一旦杨行蜜成功解救唐昭宗,他将被封位吾王。 然而,一旦获得这个封号,杨行蜜的子嗣们却突然变得不宁静起来。 特别是对于李鹏奴这位继承人之一,他们充满敌意,开始排挤他。 希望将他逐出杨家。 杨行蜜得知这件事后,虽然责备了自己的儿子们,但他最终还是妥协了,顺从了他们的意愿,将李鹏奴交给了自己的亲信部将徐温,徐温为他取名徐之告。 杨行蜜心中忧虑忠忠,他对徐温说,这个孩子是我的救命之恩,我将他赠予你,并非因为不喜爱他,而是为了保护他,你必须全心全意地照顾他,让他茁壮成长。 徐温郑重地点了点头,表示会竭尽全力去照料这个孩子。 尽管他并非亲生儿子,徐之告一直没有得到徐温的真心喜爱。 他深知这一点,但却更加努力地表现出无尽的孝顺。 徐之告明白自己无法改变这个事实,因此他选择了沉默和努力。 他内心明白,只有通过不断的努力和奉献,才能逐渐打开徐温的心扉。 徐之告每一天都充满了委屈和挑战,他深爱着徐温,但却无法得到他的认同和接纳。 尽管徐之告心中充满了痛苦和怨愤,但他从未向徐温告状过,也没有寻求任何外界的帮助。 他将自己的委屈埋藏在内心深处,默默忍受着徐温的儿子们对他的百般刁难和敌意。 为了克服这一切,徐之告开始刻苦修炼武艺,并埋头阅读无数卷的书籍。 他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自我提升中,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别人的尊重和认可。 岁月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,但也锻炼出了一位文武双全的年轻人。 他在人群中一声灰,不仅令人瞩目,更让人无法将目光从他身上一开。 杨行密的执政权交由徐温接管后,他的儿子们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权力争斗。 长子徐之逊迅速将目光投向了弟弟徐之告,希望摆脱他的存在。 之逊策划了一个宴会,故意邀请了之告,暗中却埋伏了大批士兵,打算将他暗杀。 之逊深信自己是父亲亲生的儿子,相信就算亲手除掉之告,父亲也不会责备他。 然而,徐之逊麾下的刁焰能对徐之告的才华心生钦佩。 他不忍心见到这样的人才被扼杀,决定暗中救他一命。 在针灸的时候,刁焰能巧妙地向之告传递了一个暗示,机智的之告立刻理解了刁焰能的意图,决定抓住这个机会。 他假装需要上厕所,离开了宴席,然后迅速逃脱。 徐之告成功逃离之后,徐之逊意识到他错过了除掉之告的绝佳机会,他知道再也无法轻易削弱之告的势力。 因此,他下令刁焰能追捕之告,希望能将他绳之以法。 然而,尽管刁焰能努力追赶,最终却无功而返,告知之逊之告已逃回驻地。 幸免于难的徐之告清楚,自己实力不济,难以与徐之逊抗衡,他决定离开此地。 在宣州的某个黄昏,徐之告站在徐温府底的门前,心情激荡不已。 他满怀希望地向徐温提出了一个请求,希望能够接任这个重要职位,展现自己的能力和雄心。 然而,徐温却以一种冷漠的目光看着他,拒绝了他的请求,并派他去润州,一个相对边远的地方。 徐之告心里明白,这是徐温对他的不信任,只是想将他放在一边进行监视。 为了让徐温放心,徐之告决定采取一种不同的策略。 他在润州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,整日歌舞升平,享受着游手好闲的乐趣。 他明白,这是唯一能够让徐温放下戒备心的方式。 他尽情享受着这段时光,但心中始终燃烧着对权力和复仇的渴望。 日子一天天过去,徐温开始逐渐对徐之告的警惕心消散了。 他以为徐之告已经放弃了当初的雄心壮志,变得平庸无为。 然而,他并不知道徐之告背地里正在进行着秘密的准备。 他知道,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 留下一份重要遗愿,在徐温临终之际,他私下告诉了次子徐之勋自己的夙愿,希望他能够解决掉徐之告这个隐忧。 徐温嫁和唏嘘后不久,徐之告迅速接管了父亲生前的势力,如今在杨无集团中无人能够动摇他的地位。 然而,他并不满足于现状,内心营绕着一记,他打算消除弟弟徐之勋的威胁。 以绝后患。于是,他回忆起与徐之勋曾有过的相似策略,决定在一场盛大的宴会上对付徐之勋。 当宴席热闹进行时,徐之告突然拿出一壶珍贵的美酒,声称这是非常罕见的佳酿,并向徐之勋敬了一杯,祝愿他长命百岁。 这一刻,徐之勋内心早已感到惊慌不已,然而他机智地找到了应对的策略。 月黑风高,徐之告与徐之勋莫作对峙,面前摆放着两杯琥珀色的酒,透过酒杯中冰冷的光芒。 他们的命运在其中涌动,徐之告清明酒杯,目光坚定地与徐之勋对视。 他的声音中透露着坚决,兄长啊,让我们分割这漫长的千年岁月吧。 然而,徐之勋却给了他一个出乎意料的回答,让徐之告愣住了。 他茫然的瞬间,乐师申见高走进场中,微笑着说道,上天眷顾了我们两人,而我这平凡之人未能获得上天的恩宠,何不将这千年的寿命奉献给他呢? 说吧,申见高毫不犹豫地一饮而尽两杯半毒酒,毒素迅速侵袭他的身体。 徐之告急忙拿起解药欲救他,但申见高枣已被毒害致命,徐之告原本打算摘下眼中的钉子。 却不料却让他忠心耿耿地臣子丧命,此刻,徐之告被深深的回忆所笼罩,对徐之勋的愤恨如潮水般涌上心头,他渴望将他置于死地。 然而,无论他如何努力,徐之告都无法除掉徐之勋,束手无策之下,他只能无助地看着徐之勋在他眼前欢闹跳跃,度过了漫长的四五年时光, 直到徐之勋离世,兄弟终于离去,徐之告终于松了一口气,将全部心力投入到光复大唐的荣耀之中。 937年,徐之告逼迫杨普善位建立了齐国,他在国家的繁荣兴旺中找到了内心的宁静。 改名为李变后,他深入探寻自己的血脉,宣称自己是唐朝建王李克的后裔,承袭了正统的唐朝血统。 然而,李变的命运注定充满了坎坷和挫折,远非他所期望的辉煌和统一天下的使命。 李变请弟弟吃饭这一幕,在历史上或者影视中是可以经常见到的画面,君和臣之间,君要臣做什么,臣不得反抗,即便是皇帝和自己的弟弟,他给弟弟倒了一杯毒酒后,还说着祝福的预言。 而弟弟看到哥哥的这一举动,想要和哥哥一同饮酒,李变或许也会念及兄弟之间的情谊。 对弟弟徐之旬没有痛下杀手,而是放弃了除掉弟弟的这个想法。 自古以来,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,任何潜在的威胁都是皇帝权力的对抗者,就算是血脉相同的亲兄弟都不行,李变和弟弟徐之旬之间的这一幕,便是皇室中争夺权力的其中一幕。 但是,李变的功劳和伪计是无法否认的,他确实有资格有能力成为一个优秀的皇帝,在历史上产生的影响深远而又有意义。 前面提到,李变在那次请徐之旬吃过饭之后,并没有除掉徐之旬,但是到了后期。 徐之旬的权力过大,严重地影响到了李变,这时候李变才真正地下了决定,必须除掉徐之旬,就这样,徐之旬在最后还是牺牲了李变的手下,在古代就是这样,如果李变念及弟弟的情谊,但弟弟徐之旬未必会念及哥哥李变的情谊,不除掉这个威胁的存在,自己的地位和性命就难以有保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